在经济学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理论叫做70%魔咒 这个理论指的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70%的时候 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就会放缓 与美国的差距也会逐渐扩大 这个理论的现实技术其实就是 70%会被视作美国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的重要指标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接近70% 美国就会认为它构成了威胁 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来打压对手 那历史上的例子似乎也都在支持这个理论 例如苏联在最辉煌的时期 其GDP占了美国的50%多 随后就解体了 日本在最辉煌的时候GDP占了美国的69% 之后就遭遇了广场吸引 70%几乎成了美国的一条红线 任何国家都不能触碰 然而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也逐渐崛起了 到了2017年 中国的GDP占了美国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6.7% 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那么到了2020年 很有可能就会达到70% 触发所谓的红线 那到了2018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科技打压 技术封锁 甚至挑通台海局势 那这些措施呢 似乎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70%的魔咒又要发挥作用了吗 大家好 我是大黄 按照国家统计部的数据 2023年我国的GDP是126万亿人民币 按照当期市场汇率折算后呢 是17.8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2% 而美国这边的增长率呢 虽然只有2.2% 但是它的GDP 已经达到历史新高的27.3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两国的差距又拉大了 都快赶上2021年的两倍了 那如果光看这个数据的话呢 2021年中美GDP的差距呢 是近三年来最小的 当时我国GDP呢 等于美国的77% 接着在2012年就下降到了70% 2023年更是跌到了65% 所以啊 搓了一看 这个数据确实挺吓人 那么结合这个数据呢 有些西方的经济学家 也就开始自满了 认为70%的魔咒应验了 比如著名的经济刊物 经济学人呢 就发表了一篇名为 中国触顶论的文章 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触顶 无法超越美国了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为什么中美GDP正在不断拉开差距 其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是真的中国不行了呢 还是另有玄机所在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啊 其实美国GDP和中国差距扩大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汇率问题 这里呢 我们拿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举例 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28.5万亿 同比增长了4.5% 那这一增速啊 明显是超过了同期的许多发达国家的 也远高于美国的1.1%的增速 而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GDP已经达到了6.4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的28.5万亿人民币 换算成美元 那就是4.16万亿美元 那这么一看到两国之间的差距好像确实挺大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与美国经济GDP比较的时候呢 需要将各国的GDP换算成美元 那这个呢 就会汇率波动留下了操作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例子 就是韩国与俄罗斯 韩国2021年的GDP呢 是2057.4万亿韩元 2022年的GDP同比增长了3.5% 然而按照韩元兑换成美元的平均汇率则算 那就是约1.66万亿美元 比2021年相比 还要减少了1300多亿美元 GDP反而下降了 那韩国的GDP排名呢 也从世界第10名下降到第13名 其实啊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经济下滑严重 而仅仅是因为美元持续的加息 导致美元升值 其他货币啊 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贬值 尤其是韩元贬值啊 非常的严重 跌幅呢 超过的17% 而另外一方面啊 俄罗斯的情况呢 则有所不同 2022年 俄罗斯的GDP呢 是151.4556亿卢布 同比下降了2.1% 但由于俄罗斯采用卢布结算天然气 保持了卢布币值的稳定 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呢 不降反升 那照美元计算 俄罗斯的GDP反而大幅上涨了4.8% 在世界上的排名呢 也从第11位上升到了第8位 然而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 并不像GDP增速所显示的那样强劲 那么这种GDP的计算方法 就无法准确的判断出一个国家 真实的经济水平 因此也更不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比较 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乏力了 其次啊 中美之间的GDP差距扩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的GDP受到通胀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们中处的周知呢 美国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的严重 占物危机 银行破产 经济处于衰退变野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2012年的GDP新增数额呢 仍然超过了2万亿美元 临跑全球 那这里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货币超发 能源和食品价格暴涨 地缘政治等因素 引起的通胀 是否也能用来提升GDP呢 答案是肯定的 GDP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 在一定时间之内 生产出来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计算的是增量 例如一个鸡蛋在2020年的价格是1美元 生产了10个鸡蛋 那GDP的贡献呢 就是10美元 但是到了2022年 即使鸡蛋产量没有增加 物价呢上涨到了1.5美元 那GDP的贡献就能变成15美元 那鸡蛋还是那个鸡蛋 但是GDP却平白增加了50% 那么如果我们单看这一点的话 这个显然是不科学的 因为我们如果查阅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 国民经济核算报告的话 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注释 那就是以不变的价格计算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假设2021年生产了10个鸡蛋 每个鸡蛋是1块钱 那么GDP贡献就是10元 到了2022年呢 生产了11个鸡蛋 每个鸡蛋涨到了1.5元 但是呢 我们不能按照涨价来算 还得按照2021年 鸡蛋价格1元来计算 那这样一来 GDP的增速呢 就是1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常说的 剔除商品和价格上涨因素 是一种比较能够真实反映 经济增长真实情况的计算方式 但是就像我们上面说的 美国的GDP的具体数额当中 是包含了通胀的 我们还是拿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举例 美国的物价呢 增长高达5% 那这样自然也就会推高GDP 其中主要的水分呢 就是物价 那这么一算 中美之间的GDP差距 自然也就扩大了 除了上面两个原因之外 第三个重要因素呢 就是中美之间的计算方式 其实是不同的 中国的GDP呢 是生产统计法 美生产亿元GDP呢 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应的商品 服务与资产 中国的货币投放 是通过银行信贷的模式 其业和个人的贷款呢 是要归款的 这种印钞 不能直接创造GDP 所以呢 短期内 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财富的速度 是跑步于美联储印钞的速度的 这个也很正常 而美国的GDP呢 是消费统计法 与中国有本质的不同 比如说 美国2012年的GDP总量呢 是25.4627万亿美元 主要呢 是由四个因素组成 那就是个人消费投资 政府财政支出和进出口 那其中 私人消费支出总额呢 是17.35572万亿美元 占美国GDP总额的68.17% 那美国联邦地方政府的消费支出总额呢 是3.591万亿美元 占了美国GDP总额的14.1% 那这样一来 消费总体在美国GDP总占比呢 就达到了82.27% 那这个就说明 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呢 是刺激消费 可是从2008年开始 为了挽回岌岌可危的经济 美联储呢 开启了无限印钞模式 一共呢 扩表印钞了5万亿美元 那这5万亿的具体用途与结构呢 到现在都没人统计 但是我们从8920亿美元的 纾困法案当中呢 就可以一溃端倪 这份纾困法案分别包含了 2860亿美元的 个人直接援助金 及失业援助金 3250亿美元的 小型企业援助金 820亿美元的 学校救济金 690亿美元的 公共卫生资金 450亿美元的 交通行业救助金 250亿美元的 房租补贴 和150亿美元的 粮食救助计划等等 那此外呢 该份法案还包含了 350亿美元的 清洁能源研发基金 那除了小型企业援助金 和清洁能源研发基金之外 你会发现 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发钱给个人的 粮食援助计划 房租补贴 和行业援助金 都要落到个人头上 那目的呢 就是通过刺激民众消费 来拯救美国经济 那我们还记得 2021年的时候 中国外貌是相当红火 逼得中国呢 不得不拉闸限电来限产 就是因为美国人啊 靠着发钱疯狂买买买 搞得中国集装箱 是异乡难求 所以啊 如此巨量资金 直接投放给企业和个人 那就相当于是作弊 用印钞的模式 直接增加GDP的输出 造成了美国GDP 红红火火的现象 但是呢 天下是没有免费的蛋糕的 美国大量印钞投放 虽然呢 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度过难关 但是啊 也会带来非常重要的 两大恶果 其呢 就是通胀危机 学过经济学原理的 可能都知道 超发货币呢 会带来通胀 而且通胀这个东西啊 带有蔓延性 不仅仅是某些商品 而是覆盖市面上 绝大部分商品 比如油价上涨呢 带动了面粉 食用油 牛奶糖等等跟着上涨 但是呢 产品的上涨 并不代表着 工资也会随之上涨 如果当地居民的工资 不随之上涨的话 那么对于居民来说 则需要面临着 更大的经济压力 特别是底层人士 他们呢 可以不买东西 但是不能不吃饭啊 那么原来用在食品上 每月一千元就够了 现在呢 则需要一千五百美元 那怎么办呢 要求老板涨工资啊 否则就要活不下去了 可是老板也没有预料啊 那为了控制成本 就只能裁员了呀 那这样 又会导致失业率 不断盘升 大量人群 面临着就业困难的问题 而更严重的呢 是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 超发的美元呢 相当一大部分都流向了海外 那么也就把通胀传导到了国外 人家辛辛苦苦积攒出来的财富 瞬间就被稀释了 世界各国呢 也因此彻底失望 纷纷开始去美元 所以你看现在 不仅中国与巴西 沙特 俄罗斯 东盟国家 签署贸易使用本币结算的协议 就连中国之外的国家 比如印尼呢 也开始与日本 马来西亚和泰国 实现本币结算 可以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是岌岌可畏 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 其实也反复的分享过 那第二个恶果呢 就是债务危机 美国政府印钱 可是钱啊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需要美国政府 发行国债借来的 美债就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 只不过美国凭借其地位 一直可以借薪还救 一直没有爆雷而已 但是呢 美任总统狂借一番 然后把危机认给下一阵 就导致了美债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那到现在 美债规模 其实已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 这个规模呢 已经超过了GDP 按照美国现在35万亿的存量债务 每年光利息 美国就要还1万多亿美元 而且美国2022年的财政收入 也才4.896万亿美元 那这些钱 我一直运转都紧张 哪来的钱还债呢 那就只能再借新的 可问题是 你欠这么多的钱 其他国家能不怀疑你的还款能力吗 哪怕美国再一次提高债务上限 也无法打交大家的顾虑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出于这样的担忧 都开始纷纷抛售美债 那这个就又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不仅应对美债的压力变大了 而且发新债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借盘了 没人接盘美债的结果 就是美国的信用彻底崩溃 经济呢也会走向崩盘 所以美国通过美元霸权 大连印钞强行拉动GDP 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这就是在透支美元霸权 间接的促使全球去美元化 建成气候 而且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 美国看似美好的GDP数值背后 其实还有一些虚假繁荣 值得我们去了解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GDP呢 对内反映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 对外呢展现出了自己的经济顺利 在信息经济时代 GDP数字的好坏往往就会对经济形成反馈 GDP数字好 大家呢信心足愿意投资和消费 拉动经济 那GDP数字不好 大家的心情就差 不愿意消费 经济呢也不会好 其实这一点在西风国家尤其明显 GDP数字好看 政客的支持率就会高 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呢 都有GDP造假的传统 美国啊其实也不例外 比如说美国拜登政府为了粉饰阵剂 也为了配合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 其公布的数据一直广泛的受到外界的质疑 比如2023年年初 美国劳工部长马丁沃尔时呢 拿着刚出路的1月份美国就业数据 把经济学家喷了个体无完肤 你们不是说美国的经济要衰退吗 你看看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 美国1月非农新增就业人口 有51.7万 远超预期的18.8万 创下了52年以来的最高就业率 52年是一个什么样概念 直追美国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美国正如日中天呢 刚刚完成登月 是妥妥的人类之光 那那现在的美国和当时相比 你觉得可信度有多少 所以就无数的美国人质疑 拜登在对经济数字进行造假 质疑现在是虚假繁荣 比如费城联储就发布了一份就业报告 说2022年美国非农报告的就业统计 至少夸到了110万 那这么做的目的呢 无非就是制造美国经济稳健的假象 为美元和美债圈更多的钱 同时保住拜登的支持率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GDP的数据要真实 一定要与其他更为重要的数据 经济匹配 这样才能真实的反映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比如发电量数据经济理论当中 发电量用电量与GDP的增速就高度相关 因为在储能技术不发达的今天 基本上用多少电就要发多少电 所以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反映出经济活跃的程度 因此经济学家在统计数据不足的时候 往往就会将发电量货运和银行贷款 作为衡量经济真实情况的指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中美之间的发电量对比 2023年一季度中国中高规模以上的工业发电量 是2.07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4% 而中国GDP增速是4.5% 那考虑到1月到2月是中国的信念生产减换 如果和4月发电量增长6.1%的数字平均一下的话 那发电量增幅和GDP的增速是基本匹配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就会发现有意思了 2023年一月到2月 美国的总用电量是6135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了4.4% 居民用电是2458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了8.1% 占比40.06% 那商业部门为2109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了1.4% 占比是35.37% 而工业部门为1556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了2.3% 占比是25.37% 而运输部门是111.7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了1.2% 占比是0.18% 那也就是说整个美国的发电量都是下降的 可是话说回来了 这个GDP怎么就增长了呢 那你说这符合经济学规律吗 那如果我们说发电量是造不了假的 那么你说这个GDP会是真的吗 除了发电量数据之外呢 其实税收数据也能侧面的反映经济的状况 毕竟什么经济数据都可以造假 但是税收因为是要拿出真金百亿买单的 所以通常都不会造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的数据 2013年第一季度 全国税收收入呢 是51707亿元 扣除了部分税收 错期入库等特殊原因影响之后 增长了2% 那注意啊 这个数字不是建立在一季度出口退税增长 11.3%的基础上的 因为一季度外贸增长的很快 所以出口退税也大部分增加了 而且呢 还建立在中国持续对中小企业减税的基础上 那考虑到这些因素 中国的税收和GDP增幅呢 也是基本匹配的 但是美国情况又不一样了 美国财政部呢 根据GDP增幅数字预测 预计4月各税收入呢 是8640亿美元 但是到了4月呢 美国啊就傻眼了 真实税收呢 只有6390亿美元 差距啊 高达2350亿美元 那你说 这GDP算出来的税收也不对呀 本来按照美国财政部测出来 美国债务违约时间 可以拖到8月 但是突然少了2000亿美元 一下子就只能撑到6月了 那这个让美国两党协调债务上限的时间 一下子就缩短了3个月啊 谁能想到GDP造个假 还能造出美债危机来呢 当然造假可不是美国一家的专利 其实啊 在全世界还有好几个典型 比如说印度 印度呢 一直是一个疯狂的国家 非常喜欢和中国比较 从这些年的GDP来看 印度增速呢 的确非常的快 2022年 印度的GDP同比上涨6.7% 那看这个数据啊 确实很厉害了 但是啊 也有人发现了 其中印度多次修改GDP啊 帮了不少的忙 比如印度把塑料棚物算算了房地产 把摊分呢 也算做了服务业 把股市上涨也算做了GDP 甚至啊 还发明了一个算法 就是把GDP重复计算 比如牛粪呢 先作为绿色肥料生产 就被算进去一次 然后呢 再作为宗教用品 再算一次 印度认为啊 牛粪和茅草产生的烟呢 可以驱走厄运 所以呢 牛粪啊 是一种宗教用品 那么 这么重复的计算一下 那么 光是牛粪产生的生产额啊 就已经大大的增加了GDP的增长幅度 那除了牛粪啊 其实还有注入积压的粪便 平衡粮食的节感 都被进入了印度的GDP 所以自从采用新的算法 印度GDP呢 一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已经超过了英国 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其实 印度这么干的东西啊 就在于制造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假象 吸引外资投资 增加外贸逆产 那相比来说啊 中国就可以算是一个老实孩子了 统计GDP呢 是非常严谨的 比如最近几年 国家一直对各省的GDP进行挤水分 很多国家都觉得GDP越多越好 而中国选择的是越真实越好 所以现在我们看中国的GDP数据 与税收发电量等数据呢 都是匹配的 而最为关键的是呢 中国政府对小微企业 个体货是放水养鱼的模式 对个体货小商户GDP统计呢 一般严重偏低 比如2020年一季度 因为疫情 全国都处于静默状态 结果公布的GDP第三产业 只削下了5% 那你看一个有虚假繁荣 一个真真实实 那中国GDP对美国占比 可不就下来了吗 另外美国的GDP里 虚拟服务的占比 也是高的离谱 那这个也有可能会导致 GDP的数字呢 是虚高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人谈国税局就会色变 是因为国税局非常的强横 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逃税部队 所以美国敢零运购的人很多 但是敢逃税的呢 还真不多 但问题是 美国的报税表格太繁杂了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都搞不懂要怎么填 又怕万一填错了被武装逃税 于是就只能请一个会计师 来帮忙报税 或者合理避税 那这个呢 也就制造了巨大的会计师群体 在美国一共有65万会计师 而中国呢 只有10万人 这个会计师群体 虽然不产生价值 但是呢 却是真真实实的在产生GDP的 那有人啊 可能会有点奇怪的 美国的科技和互联网那么发达 那为什么美国不像中国一样 搞一个个人所得税APP不就完了吗 那肯定不行啊 你搞了这么一个APP 那那么多会计师就会失业了呀 会计师每年可是会创造500亿美元GDP的 那你说会计师失业了 这个GDP可怎么整啊 除此之外 美国21万的消费里面 有11.4万也都是非实物消费 可以简单理解为服务 那其中的大头呢 就是金融部门保险等等服务行业 那这些行业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产生实际的物质财富 但是呢又产生GDP 前面说的会计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那既然是服务 这个定价可操作的空间可就更多了 不满意的话可以给1美元 满意的话呢 可以给1万美元 非常满意就是1亿美元 那也就是说 这么一操作就非常方便往GDP里注水了 所以你看 虽然美国25万亿GDP看下很多 但是其中虚的部分有多少 假的成分有多少 你自己都可以感受一下 但是话说回来 对我们来说 跟美国做比较 其实并不是为了接别人的伤疤好玩 而更多的是呢 要认清自己的现状 要知道中国在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做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 美国GDP里的水分 其实我们都懂 美联储呢 只能通过不断的加息 拉长时间差 好让通胀慢慢的回落 让美国的经济软着陆 所以不能轻易降息 而另外一方面 长期加息呢 又会导致美债收益率降低 引起各国的抛售浪潮 谁不想为美国的信用做担保 那保美债还是保美元 就变成了一个大难题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制造地缘冲突 把危机甩出去 或许就变成了一个办法 但前提是在甩出去之前 高压过可千万别先炸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小 只是知己知彼 对于中美之间的实际差距 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 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 中国就已经超了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 但是当年我们的GDP呢 刚刚过美国的一半 那也就是说 从2014年开始 我们就是全球生产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元计价呢 却是给我们打了对折的 那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你愿意给我们打折 随你的便 反正呢 我们也不看这个数据 因为啊 我们更看重的是GDP的构成 美国的第一产业呢 只占了GDP的1% 那说明啊 美国虽然是农业大国 但是呢 并不靠重力挣钱 那挣钱呢 靠的还是占比80%的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的工业的占比呢 就19% 那这个呢 还是美国汽车制造业回归之后的结果 2020年的时候 也只有18% 那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的第一产业占了7% 第三产业呢 占了52.8% 第一产业保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而第三产业呢 保证了中国的就业率 而真正的杀手剑 是第二产业 它占的GDP比重呢 也只有399% 其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呢 是27% 在全球呢 是独一份的 从此啊 我们可见 在工业生产和制造业领域 中国的产值呢 要远高于美国 那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 和最齐全的大中小工业门类 中国制造呢 又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 而历经美国的贸易战和脱户战 这个占比竟然还没怎么掉 那显然 从目前的GDP来看 中国的GDP结构 相比西方的美国更能扛大 而美国呢 是典型的全球金融帝国 中国则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 我们两国驱动经济增长动力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注水的手段之下 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下降 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而且只是一种战时代现象 对此啊 其实我们不用过度的焦虑 因为时间就在我们这边 2018年 中国的GDP占了美国的66.39% 2019年 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7.2% 2021年 中国的GDP达到了14.73万亿美元 首次超过了美国的70% 达到了美国的73% 2021年呢 中国的GDP占美国的71.1%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占比 仍在缓慢并且坚定的增长之中 那此时此刻 我们要解决的只是我们的关键问题而已 比如说 2023年 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 本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 中美若为500强的企业数量呢 是不相伯仲的 美国上榜公司的利润总额呢 超过了1万亿美元 几乎是我国上榜企业的两倍 以互联网企业为例 虽然中美各有私家入榜 但是在盈利方面 阿里巴巴 京东和腾讯等国内大厂 与微软 亚马逊 谷歌等等私家公司的差距 是非常夸张的 而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 简单点来说就是 因为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 联手垄断了全球的市场 也不用说什么市场占有率 用户支出度 光是从这些企业的 海量科研支出 其实就可见一斑 在研发支出占比这一块 目前国内只有华为 能跟他们相媲美 那这个也就是华为利润 占比不高的原因 毕竟大头都拿去搞研发了 而在西方半导体联盟的 全方位封锁之下 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就成为了华为唯一的出路了 不然以国内落后 两三代的半导体制造业技术 是没有办法手挫高精度芯片的 而正如中国的工业之路一样 从一开始的举步为鉴 到后来我们熬过了八团委员会 可没等松一口气 就用来更严苛的瓦森纳协议 真正70年时间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 始终对我们保持了封锁的常态 几乎纹丝不动 那这也就是 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 国内总是盛行 倒不如买的风气 因为在当时最前沿的科技端 确实我们看不到希望 因为西方壁垒 堵死了我们工业强国的道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联的援助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不仅通过156工程 帮助我们建立了初级的工业体系 更梳理了一种崇尚的 实用主义的科研精神 那既然懂的人不多 那就不管什么基础教学了 组织团队先干起来再说 边干边学 情下功夫总是会有成绩的 那到了现在呢 我国外已经建立了一条 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便在14亿人口市场的帆补之下 创新捣鼓 拿下了不少西方工业上的皇冠 比如电池领域 这项原本属于欧洲人的小 现在也已经成为了 中国领先欧洲的巨大优势 欧洲车企 想要提升电池产能 就必须要跟我们合作 美国呢 由马斯克作证 按道理来说 这新能源板块 一般不会存在什么劣势 当高昂的人力和生产成本 恰好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那如今 美国虽然在科技研发领域 仍然有很深的护城河 只是要像过去一样 快速的把想法变成产品 然后不上货下 已经变得 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办得到了 已经持续了50年的 去工业化阶程 不可能说 随便出一些限制法案 补贴政策就能逆转 那有些事呢 还是要遵循物理规律的 所以呢 这也正是我们 该看清和努力的方向 最后总结一句话 那就是通过GDP的差距 我们要认清现实 脚踏实地 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仍需努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大黄 有幸和你一起见证 大国决戏 看世界本质 咱们下期再见吧